主持人 有人先真好 我不敢抱你 今天特別特別的興奮和激動 我們的歌終於有機會請到張青芳芳姐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Penny她剛剛說她曾經採訪過你的時候 你是不是已經多多少少意識到有可能是誰 當然就是採訪過我的前輩很多 但是又能夠來我們的歌唱歌又能夠採訪我的 其實就是大概我大概猜到了 對而且個子特別小 對我想說她有比我更小的 我想 華語歌壇有很多的小個歌手 但是在舞台上特別有爆發力 我覺得您應該算是他們的鼻祖 你看後面的比如說像Angela 張少涵 還有大家比較熟的GM 鄧紫棋 都是小小的歌大大的能量 但是他們跟您一比 您唱歌的時候他們可能還都是孩子 你幹嘛特別表現這個 錯了芳姐 你站我旁邊 其實我一個人站的時候不會顯得那麼個子小 可是我如果有別人跟我一起不信你看 你過來 我就不要過來了吧 劉宇寧你過來 芳姐 芳姐你要不要試試站在她旁邊 啊 我的比歌這合適嗎 你不要這樣子 大家所有人都蹲在地上 你過來 你過來 勋勋勋 你不要這樣子吧 你不要這樣子 你好好走路 來 你抬頭子 你看 是不是 嚇到 我把劉宇寧 我好好的一個人站得好好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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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歌壇不是以身高來論英雄 對不對 歌壇的確確是要用一首一首的金曲來鋪墊的 方姐真的是金曲無數 不過呢 因為有太久的時間沒有在舞台上聽到你唱歌 這也是你參加的我們的內地的第一檔的陰宗節目 對 我把第一次獻給我們的歌 對 我們有一些網友得知說我們請到了你 有網友就留言說 陰宗裡終於可以聽到一個新鮮但久違的聲音 這個就是方姐張請幫 謝謝 好 那您今天會用一首什麼樣的歌成為您的首秀 我們的團隊呢花了很多的心思做了一些試調 聽說這首歌是內地排行榜第一名最受歡迎的歌 那我就帶來這首聽了心情很好的歌 出獎 你們有沒有覺得今天有點連續劇 戀愛畫板 戀愛畫板 出嫁 這是順利的啊 好 來 我們掌聲送給張清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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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身世的情 牵你的手 我用身世的心 等待身世的情 也许是宿命 也许是注定 我真的希望能多年后遇 我用身世的心 换你身世的情 牵你的手 我用身世的心 等待身世的情 也许是宿命 也许是注定 我真的希望能多年后遇 我用身世的心 换你身世的情 牵你的手 我用身世的情 我用身世的心 我用身世的心 我用身世的情 康星康老师让我很震撼 因为我当时我还在想 等我到了这个老师的年纪 我如果还能像他 这个机能上唱得这么好 我觉得那真是我真是 谢天谢地了 真的超级的好听 我自己也终于圆了一个梦 终于有机会在现场听 Live的solo的版本 因为我原来在唱片里面 我听到的是合唱版本 Yukalini 对对对 1992年 方姐的那一张百万销量的专辑 光芒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 隔了那么多年 再重新站在舞台上来诠释这首歌 心境上会有什么不一样 你是不是要问我是不是嫁女儿的心情 其实我每次唱这首歌都带有很多的喜气 所以每一次我听到这首歌 只要有人放我都觉得 哇这个世界充满希望 充满喜气 所以这首歌永远是我的代表作 除了我 应该还很少人能够唱出那个味 那个歌就是有点甜美 然后很期待 当时我是跟优克里林 可是我自己觉得就算是没有了 没有的男人 女生也可以很期待自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不管有没有其他的对象 好 我相信宇宁应该 你有听过吗 我还真听过这个歌 真听过这首歌 但我其实是对不上这位老师 我问张老师唱 你听你阿姨还是 没有没有 姐姐 你看嘴巴多甜 难怪那么多尖叫声 再来一次 好 OK Penny 买过方姐的磁带 必须磁带 磁带CD 对 我也有经过磁带的时代 对 所以我刚刚说传奇歌手 就是这个样子 东方不败 屹立不倒 我觉得千佩老师们 他们最优秀的地方 就是他们的辨识度 跟他们的特色 就是到现在 都没有人可以取代方姐 这么穿透力 然后高亢 其实我喜欢一首可能比较 也不算冷文 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品 叫做Man's Tall Man's Tall 对 唱一两句好不好 嗯 我陪你 来 后来我才知道 有些话你只对朋友说 你们叫他做 但是何变得 Man's Tall 我其实真的很羡慕 方姐现在的状态 其实跟年轻的时候 就是差不了多少 对歌手来说 是一件非常天赐的礼物 没错 您不介意我问问问在盲盒当中三位歌手 当然 请问他 因为他的话跟我一样很少 水晶之链 方姐说你话很少 麻烦你多想两句好不好 哎 你看 这首歌太好了 真的 非常感谢方姐的演唱 谢谢 因为现在很多音乐作品 包括很多年轻朋友 其实对爱情是一个不抱希望的态度 但是听到方姐刚才的这一首歌 是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想象 让我们感受到了 原来还可以这样的去对待感情 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希望 非常感谢方姐 谢谢你 他要么不讲话 一讲话就有点哲学的意味在里面 感觉他这个人好像 蛮老成的对不对 对对 是不是受过什么伤啊还是什么 绝对的 他不容易 不容易是不是 2 4G 你跟我说说你的感受 这个歌有一个特别神奇的点 你虽然第一次听 但是你到后边的时候就已经会唱了 你是第一次听吗 对对对 我第一次听这个歌 它是一个爱情特别美的点 是在他唱最后一句 牵你的手 嗯嗯嗯嗯 他明明可以说牵你的手 什么一起到底 但是他没有说那句话 你就能感觉到婚礼上 两个人已经结婚了 但是那个爱还在甜蜜 两个人互相摔手的那个感觉 写得真的很酷 哇 厉害啊 他是写歌的人吗 他是写歌的 哦难怪 还行啊 对对对不错 哈哈 写歌的人怎么会穿成这样 怎么啦 哎呀 这个是他的一贯的标志 哦 哦 OK sorry sorry 我问一下方姐 穿成这样的人应该是干嘛的呀 做演戏的啦 或者是 哦 刘雨宁应该穿这样哈 嗯 因为我已经猜到她是谁了 我说一下哈 你们两个人有缘分的 你们俩生日同一天 哇 那穿搭颜色这么不同吗 真的 你们都知道她是谁吗 我跟你讲 我这同一天的女生 perfect 男生 我个人认为了 那您是没有碰见我 您碰见我之后 会让您的观点 坐实的 现在你只看到 两位 后辈啊 对 如果这两位你可以选的话 我当然选佩妮 我不会选 那么打击她的吗 不是那画面不好看啊 她的意思是说你太高了 是是是 这样为难导播啊 方谢你不用担心 其实他们导播已经练过了 因为我就已经练了一次了 哈哈 你还是比我高很多的 没有 并没有 那我也问一下 水晶之恋老师 24G老师和不好说老师 你们现在心目当中 有没有想合作的歌手 都挺好的 因为三位老师都完全不一样 感觉跟每一位老师都会有 很大的可能性 如果有机会的话 是不是三个你都想合作 当然了 好 ok 24G 我 不怕多个人 我就选方姐合作 哦 我们交流传达交流遗迹 哈哈哈哈 那天旁白老师 其实很多那些老歌 特别适合我来改编 因为他有好多那些歌 旋律真的很优扬 其实很适合我 今天那个 初价那歌 我唱起来肯定会非常 好玩的啊 他是不是记恨我刚刚讲的 我没有 我们是两朵花好不好 我们同一天两朵花一起盛开啊 好好好 不好说 是这样的 我觉得我跟水晶之烈老师刚才说的一样 在这个舞台上我也挺特别的 然后我想问一下方姐 方姐对于传统文化有了解吗 不是太熟悉 但是有跟着家人接触 我们投资 其实我们那边也有很多的传统uters戴戏啊 布袋戏啊 在下一轮如果方姐抽到签以后 您的合作可能性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庆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